早晨大家,在星期六的早上,很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今天這個Webinar 今天我們的Webinar是講香港的再工業化 很榮幸今天我移師來到日成集團在柴灣工場上做直播 由於疫情的關係,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本來我們有一部分是會直接帶你們進來直播去看生產線的運作 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臨時取消了這一部分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我們已經拍了一套高清的短片介紹工場的運作 待會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首先介紹一下今天三位講者 第一位是入星集團的CEO,Benny Benny是UBC畢業的 回來香港之後就開始做實業 除了是這個日成的CEO之外 Benny也是廣州市政協委員會的委員 也是香港區委員會青年夢想實踐家協會的副會長 還有他是香港警察台拳道會的名譽副會長 除了這些之外,也做了很多公益 例如廣西國良希望小學的榮譽校長 等待會Benny會跟你分享他的口罩 第二位講者就是香港生產力速進行局 香港PC來的COLA COLA是做AI和工資的 也都是自送完紀念品之後 我們的網路正式開始 由第一位講者Benny幫我們介紹他的企業 為什麼他會想到他再生產這個口罩 而對香港有什麼支援呢? 做這個口罩 他自己個人的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有請Benny 大家好,首先我很高興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個口罩製造中間的一些過程 一些心得和對於香港再工業化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我自己公司的背景 其實我公司日成集團成立於1979年 是一個扎根在香港的企業 公司的創始人其實是我父母 我們其實在80年初 我們已經進入了內地去建廠 到現在我接手 公司已經發展了超過40年 其實我們公司主要有兩個業務 一個就是玩具製造 另外一個就是臨產化工 關於玩具製造 我們的產品 包括不同類型的電子 塑膠 硬料 Soft Toys 我們的產品主要出口都是去北美洲 和歐洲多個不同的國家 其實我們第一個廠房 就是建立在廣州 直至到現在也是差不多超過了40年的時間 另外我們臨產化工方面 我們日成臨產化工是中國其中一個大型的重鄉 增加工龍頭企業之一 我們的產品主要是應用在黏膠 和油膝方面等等 現在我們最新的業務 就是我之後會所提及的口罩 關於為什麼我們會決定做口罩這個項目呢 其實試完大家都很清楚了 其實在農曆新年期間 今年香港疫情爆發 其實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因為經歷過SARS的原因 所以都對COVID比較緊張 當時初初疫情起的時候 大家都周圍拍口罩 人心惶惶 其實我看到身邊的親朋好友 也是同一個情況 有見及此 亦都看過我們自己本身的能力 因為我們其實有多年的工業製造的經驗 所以覺得自己應該有能力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實我和我的團隊 由商量到拍板去決定去做口罩 其實是用了差不多三天的時間 都是希望覺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況之下 可以幫香港出分力 所以我們最後就成立了這個口罩品牌 Feeheart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Feeheart其中一個產品 是我們的成人口罩 醫療用的三個層次性的醫療口罩 另外這個就是我們一個產品 是給中童和女士的 我和大家簡單地講解一下 我們這個口罩主要的component是有什麼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面料藍色那個 是一個藍色的模仿布 然後我們第二個層次 其實中間口罩有三個層次 中間的層次就是我們的容噴布 你看到下面的面料就是白色的模仿布 還有避線 其實是在我們的口罩 是讓我們夾到鼻子 讓口罩不容易脫掉的 還有耳繩 其實生產過程其實主要都是五個process 第一個就是 forming的成形 其實我剛才所提到的三種面料 藍色的面料中間的容噴布和底料 我們這個 forming就是把這三種的材料去 form成一塊 然後我們就會把避線摸進去 然後我們經過超聲把它們融接 然後我們就做切片 把它們切成我們一個口罩的尺寸 然後最後我們都是用超聲去把我們的耳繩和口罩連接在一起 其實我們做口罩這個項目 在我們正式去做之前 其實是想著不是那麼困難的 但其實當我們真正上手去做 遇到的困難是比我們想像之中多的 其實我們本身做玩具做了比較多年 其實玩具我們認為是比較複雜 因為一個複雜的玩具可能有幾十至上百個component 所以當初我們對比起做口罩 因為口罩其實也是剛才所說幾個物料 但是做起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困難程度也不小 首先我們說說機器方面 其實我們成立這個項目之後 我們的團隊就立即去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搜購物料機器和成立我們的無層車間 在機器方面其實一開始由我們去找到 直到我們真的去買 其實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已經由二十八萬升到過百萬不等 而且廠商其實交不到貨 亦都不能預約給我們 最後我們 不過幸好我們找到一個相熟的機械製造商 自己跟他去訂單 去定制口罩機回來 我們亦都所知 很多口罩機其實很多人買回來 亦都出現一個機器運行得不太溫定的情況 這個亦都是在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其中一點問題 另外關於物料 物料方面其實最主要是熔噴布 大家可能看新聞或者什麼都知道 熔噴布在我們口罩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它最主要是靠一層東西 當時熔噴布由一開始是五萬元 其實升到最高上到幾十萬甚至一百萬 因為可能這個物料升得這麼急的情況之下 很多供應商本來談好了 提供了一個價錢和時間去交貨 但最後都是脫底 或者其實其實是打電話都找不到的 其實我們的團隊也都最後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物料很多都產生不齊 價錢也是海鮮價 所以最後我們花了很多精神物力 才能找到一個優質比較穩定的供應商 所以可以比較順利生產我們的口罩 物料短缺 加上另一件事就是因為疫情原因 運輸和通關方面也遇到困難 所以物料的期間也容易會掉 口罩生產的時候我們遇到問題 剛才提到機器對於我們的團隊來說 也是一些新的設備 所以要上手的時候 初期我們都在技術上沒有那麼熟悉 我們當初跟我們的機器製造商 找了一些技術人員 其實我們是要另外付錢 讓它長期在我們的生產線上去指點 以及幫我們微調我們的機器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設備的維護 以及我們要換一些配件 亦都是有一些難度 因為其實我們發覺原來 我們有些東西壞了 在香港其實我們是找不到 或者是補充不到的 找不到維修的 我們可能要重新在外面再進 或者是要送出去去維修 然後拿回來 其實對於我們的生產 也都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會 期間會移動 另一方面 另外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我們初期做口罩生產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例如Double Hit 我們在同一個位置上去打了兩次 在現成的位置 另外就是口罩重疊 可能是感應器上有些問題 或者是機器走得太快 讓兩片口罩其實是搭在一起的 再下來 耳性的長度不一 另外或者是在我們做超星 去融入口罩的時候 那個融點做得不好 令到它可能容易會掉 這些都是我們做口罩初期 會遇到的問題 其實隨著時間下去 我們對機器越來越熟悉 或者是技術人知道怎樣微調之後 這些情況其實就逐漸減少很多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一個正常口罩 應該做出來 你會看到耳繩是兩邊一樣的 避扇在口罩中間上面 你看到耳繩和口罩的四個接觸點 我們也做了在口罩外面 不在裡面 因為我們初想的時候 就是在裡面會不會大的人 我們這些客人 會覺得接觸面在面上會不舒服 所以我們也是做在外面 其實在生產的過程之中 我們其實除了機器微調之外 我們也做多了一些 例如耳繩機 如果我們在生產過程之中 有什麼問題 機器壞了 我們會有些後備的 可以隨時 不用令到線路去停了 其實我們四月份開始 其實我們四月份開始到現在 八月這四個月時間 由初初我們每分鐘做到30個口罩 到現在經過技術人員的熟識 和機器的微調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到八月已經可以做到每分鐘 一百個的口罩 那關於這個queen room 其實我們就 正如我之前所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決定做這個project之後 我們已經立刻找人去做這個queen room 其實我們比較幸運 因為我們比較早決定 和早找到這個queen room的製造商 其實對我們所知 他們做完我們之後 就已經陸陸續續要排隊 之後有很多人都要找他們做 那麼我們這個queen room 其實就是在我們 在香港柴灣的寫字樓這個地方 我們是撥空了五千呎我們貨倉的空間去做的 那麼這個空間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其實一直都是做廠 做玩具的 其實在以前 早在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玩具 很多物料 是在外面買回來的 但是 其實不可以直接進入國內的 要靠香港做一個中轉站 然後物料來到我們貨倉 然後才再進入國內的 但是 現在當然已經 國內進步了很多 已經不需要再 在香港做一個中轉站 可以直接進入國內了 所以我們看到貨倉 其實有多餘的位置 我們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空間 做了這個無層車間 我們這個無層車間也是 拿到ISO14644的認證 是達到了醫療產品級別的 口罩方面其實大家會看到 主要常見的都是兩個標準的 一個ASDM美國的 另外一個EN14683 就是歐盟的認證來的 那ASDM其實我想大家會聽得最多 就是經常都會聽到 口罩Level1、Level2、Level3 其實就是這個ASDM認證的不同的標準 通常它就會包括了抗液體的防滲透率 還有就是細菌的滲透率 微粒子的滲透率 還有口罩可能空氣流動的壓力率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防燃燒 另外CE 這個歐盟的認證 其實他們驗的都是大同小異 只有一些可能他們不是用Level1、2、3 他們用Type1、Type2 其實他們主要都是驗細菌的滲透率 防水、防火之類的 那關於質量我們怎樣保證我們的口罩是達到了標準 其實我們都會拿出去 給第三方一些國際認可知名的 Lab、法院所去做這些剛才我所提到的指標 相關的測試去確保他們達標 我們剛剛提到的相關的認證 其實是由4月份當我們的無層車間正式可以用 我們已經正式開始我們的生產線 我們那時候已經應用相關不同的認證 其中包括我們的ASDM 還有我們在6月份當時也拿到香港QM認證 在7月份的時候我們的ISO認證也成功出到的 另外我們也有做了國內一個國標GB的認證 這個也是我們透過第三方做的 其實口罩我們的產品 其實最主要我們打算去消去哪個國家 其實我們都是對應做那些地方要求的 一些標準檢測的認證 除了我們拿出去給第三方做這個測試之外 我們其實自己的物料進來 我們都會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去確保我們的物料是有相應的功能和質素的 例如這裡 這些物料回來後我們會磅重 因為如果它重量過輕的話 可能我們這些物料就有防水或者影響它們的防污功能 另外這個耳繩的測試其實是來自於我們做玩具方面的經驗 因為耳繩的拉力那個磅重的不同 可能會令到戴的人的感覺不一樣 或者是容易會令到口罩的位置和接點容易會掉 所以我們也要做這些測試 剛才所說的設備需要常常維護 因為其實我們分體上來一天都很多個小時 那些機器其實是會不停地用的 也都很容易耗損 其實最容易耗損通常都是超聲波機 鼻的刀片 耳的刀片 口罩cutter 其實我們由我們開始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其實我們target就是做醫療用的口罩 其實是想主要是給前線 一開始就是給前線工作人員 因為其實他們是第一身直接接觸病患的 那時候我們做的就是target就是做給不同的醫院 私人診所和一些可能比較大型的客戶 那麼下去下來 我們想說一說對香港再工業化的看法 其實自從我們這個project開始做 由2月到現在12月 大概都有10個月的時間 那經過這個時間的經驗和體驗之後 其實我覺得香港再工業化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困難是重重的 因為其實在香港來講 大家都知道串金隻土 租金是其中一樣比較需要克服的東西 所以在政策上其實我想將來政府需要大力 比較有一個比較完善 可以守美相應的計劃去大力推動 再加上業界的配合 我相信有很有機會可以做到這個再工業化 那麼對於香港來講 再工業化的好處其實香港主要主打的兩樣東西 金融業、旅遊業是其中兩樣主打的 但是其實經過這個疫情大家知道 就是受到的重擊都很厲害 我覺得在再工業化可以做得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令到香港更加多元化 比香港的青年人在將來的出路有更加多的選擇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將來 我們這個行業工業上面 大家可以團結起來 加上政府如果大力的推動 可以將香港再工業化這個目標實踐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Benny和我們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後 等一會兒一定有很多想請教Benny 那麽不用心急 在我們的chart box下面有Q&A 希望你們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寫下 那麽最重要的部分 剛才我講過 因為有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可以直接帶大家 進去生產的直播 但是我們之前已經錄了一條高清的片 就講這個生產口罩的過程 那麽接下來就請大家看這條高清片 那麽接下來就請大家看這條高清片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光線的紅點 是因為物料有可能的長短不一 所以我們有一個光線在這裏 如果其中一個物料已經錄完之後 我們可以自動會停機 不會令到東西一直在這裏 其實現在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是forming的process 這個就是鼻線 這裏就是用超聲將它去學 這裏就是用超聲將它去學 最後就分成一條線 去上二成 現在就是上二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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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紅色點那裏也是sensor來的 就是sensor每個口罩過來 就可以自動再上二成的部分 然後就再去到另外一些地方製造吧 其實對我所知 包括現在歐美或者是國內 首先國內先 其實國內已經充滿著很多口罩廠 其實國內已經充滿著很多口罩廠 因為早期都是由國內香港開始爆起到其他地方 國內對我所知 市場已經是saturated 所以其他國家對我所知 也開始他們陸陸陸陸陸陸在他們本土都做口罩廠 所以暫時我想短期之內 我們都未會consider在外面再做廠 我們都會先專注在自己香港製造的 好,謝謝 可能你剛才也提及到 起初的時候買材料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可能很多時候用舖部都是在中國的 你在挑選那些物料的時候 你會看哪幾方面的價值 還有會不會用舖部除了中國 還有其他地方去sourcing呢? 其實我們初期是有 除了國內 什麼地方我們都會去sourcing 因為初期那時候 紅噴布是缺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是 在哪一道地方全部 我們都會sourcing 當然回來 質量有好有不好 其實我剛才在裡面介紹的時候 也提及過 其實那些物料回來 我們會做一些重量測試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經驗來講 我們試過 那些物料回來 譬如布是5克的 它現在剩下20克 我們之後再拿去taps去試 其實知道這些重量輕了的 大部分都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做重量測試 就是這樣的原因 到現在 你說會不會特別需要再去其他地方 去除了國內 或者去什麼sourcing 就是其實現在國內 都有比較穩定的 容分布質量 是完全合格的 容分布的 是可以使用的 另外其實香港 對我們所知 亦都有我們自己 香港製造 亦都是品質系 合乎標格的 容分布 所以其實未必需要 去出面 去sourcing 非常好 至少 至少 資料 的成本 都節省 我們先支持自己本土的 是 在租金方面 譬如香港 就說再工業化去支持 其實 除了本地生產之外 你覺得考慮到香港本身的優勢和限制 還有什麼可以去推行呢 政府方面 其實如果說價錢 大家都清楚 肯定不及一些國內 或者東南亞的價錢 因為工資 都沒有辦法去相比 我們香港的優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質量 我相信我們香港 是絕對製造 我們的產品 所有出來的質量 是可以達到 國際標準 絕對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設計 香港人的概念 設計絕對 也會做得很好 這方面當然是 我們可以想出來 去走出 除了香港之外 去走出國際 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 也希望政府方面 可以幫助到的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如果在香港製造的產品 達到標準 價錢也可以 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些政策 去扶持這些香港製造 譬如首先 或者政府部門 先用香港製造的產品 在這方面的政策 如果有些配套可以幫助 我覺得 對我們這些 香港再工業法 是有幫助的 不過我相信 香港人 首先我們可能都會看看 是否我們香港製造 我都覺得 我們買口罩的時候 都會看看來源地 各方面 另一方面 可能我也想有些問題 問一下Cole 如果葉先生可以回答 也可以回答一下 我們 我們在口罩生產那邊 你也說到國內也挺便宜的 我們那個優勢或者發展空間可以在哪裡呢? 或者不只是口罩 可能工業也是 是嗎?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都正如我所說 我們的優勢始終都是 Quality 以及設計概念 創意 始終都是 價錢 也不能用來爭爭 爭爭 所以其實我們最大的優勢 其實在這兩點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也有一個問題 可能比較和物料有關 就是生產 永遠都 說不出物料 或者來貨 其實你看到 由年初到現在 可能相對來說 供應商都比較穩定 那會不會在那個價格 或者質料那裡已經是有提升 還是你看到那個趨勢是怎樣呢? 其實可以見 因為隨著物料 越來越多 就是基本上 因為一開始就是物料短缺 所以才出現 剛才Quality所說的 就是會有很多人 去做一些次品 或者品質未達標的東西 就趕著出去去賣 但是隨著市場 越來越多物料推出來 那開始大家的價格也都回落 那大家開始對那個品質 也都越來越注重 那開始我們買家 也都不會 其他買家也都不會去張就 那所以那個品質 你可以見到 全部現在越來越 就是全部你拿得到的 開始的標準也都會 全部都開始達標了 對次品不好的 也都會慢慢淘汰了 那價錢方面 也都現在回落 一個比較相對正常的水平 那所以是穩定了很多的 不同的我們 初初四五月出來的時候 是一片混亂的 可以說 那接著呢 有一條比較技術的 可能要問Quala 要去改裝的時候 譬如在電 防火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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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 有不同的挑戰 那怎樣去面對 以及去解決呢 Quala 基本上都解析了這個問題 對於我們自己來說 因為我們這裡 這個位置是貨倉 但是我們以前真的 有機有東西在做 所以防火 所有東西 其實一早已經有了 那我們就不需要另外 去重新去再去搭電 做太多其他東西 就比較簡單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 設定了 但是也要維持 那 又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兩位分享一下 維持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那 可能幾個月之後 好像剛才交談裡面 都說到 水平等各方面都有問題 都要再去做一下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方面呢 好 其實我們都說 我們其實 機器的維修很多東西 現在始終都是在香港 是做不到的 始終都是有這個 我相信 可能香港再工業化這件事之後 如果做得成功的話 我們可能解決到這些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 一些配件 因為可能一些機器是特定 不是一個普通正常 你可以 一個螺絲不是正常螺絲 可能你們都特別配 那這件事始終都是要在外面 回來香港的 那這件事暫時都沒有 香港沒有解決到這件事 那我們 在定期要做維修的時候 我們都在國內 或者其他地方 運配件回來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 可能我們之前 經常都會 只是留意到用噴布 那其實 口罩當然都有其他的 component 但是 在於Banny來說 你會覺得 或者葉先生來說 有哪一方面 是令到那個口罩 更加有競爭力的呢 就是 好像很簡單 一個產品 還有什麼 有什麼補充 因為 好像Color所說 其實 好像Color剛才所說 口罩第一個最重要的 都是功能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應用 ISO1345 所以 其實 對於我們 每次你要去試物料 換物料 其實都要重新去 那些測試 其實那些測試 其實也是 如果你是Lowsing Lab 你要做ASCM 也是要經過那些時間 一個長時間去做 其實 大家就要看 合不合乎 自己的產品 經濟原則 很多方面的東西 是需要自己去考慮的 不是不行的 是 但是 就要看看 你的目標是 你賣給的群眾 你想做什麼的產品 好 明白 那 好了 最後一題 我想都很挑戰 真的很挑戰 這個 都很敏感 其實說到 Made in Hong Kong 可能 都會說 會不會Made in Hong Kong 還是Made in China 大家都在爭議 或者說 對於業界的發展 和影響 又或者 你怎麼可以去 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何去應對 尤其是Manny 或者葉先生 其實我們做 我們做產品 都是我們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China 我們不要說政治上的東西 我們其實都是表現 我們的東西是Made in Hong Kong which is actuallyMade in Hong Kong 我們做的品牌 也是香港製造 我們 當然 我想我們將來再工業化 香港政府也不會推動 做一些 污染性高 或者低端的東西 所以 我們都是在產品上面的品質 以及高新科技方面的東西 去發展 我相信都是 對於在香港來講 我們的優勢 都是我們的 國際性 就是我們對外界接觸的反應 應該比較快 資訊上面 剛才葉先生 都有提及過 這些是我們 我覺得是我們香港的優勢 可以做到的事情 葉先生 有沒有一些補充? 非常感謝大家的時間 相信時間也差不多 在Panel Sessions 非常感謝Benny 你看到後面那個不是Virtual Background 真的是工廠 只不過我們暫時不可以 直接去攝影 因為始終有些疫情的關係 也感謝Hong Hong PC Corner 分享在技術上 是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在工業化裡面又有自動化 以及高科技方面的出進 也感謝線上的葉先生 關於我們社企發揮的作用 在怎樣可以推動到 香港的一些銷售口罩上的銷售 非常感謝大家的時間 或者我們的Webinar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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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